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一起來卸妝 有發現我今天的妝感左右邊不一樣嗎 這邊比較濃妝 然後這邊就是自然淡妝的部分 主要就是因為很多人會好奇說 卸妝水跟卸妝油使用的時機點 那說到卸妝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歡使用卸妝油的 卸妝油可以去深層的清潔彩妝的髒污 說到卸妝油 我想大家對於紫春秀 這個專櫃第一的卸妝油一定不陌生 我自己也愛用多年 每一款每一個顏色我都用過 其實令我最驚豔的就是這個濾罐 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是他們給我一小瓶的試用包 然後那個試用罐的部分 我去旅行用 然後用完之後就發現 我的鼻塑粉刺好像有浮出來的感覺 然後就在飯店一直擠粉刺 之後呢 我就覺得這一個其實對我來說 是可以幫助我深層清潔很明顯的一款 我喜歡它 我也一直都會持續使用 當我妝感比較濃的時候 或者是偷懶 想要用一瓶就完成卸妝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 我通常都是把它放在浴室裡面 然後呢 這一瓶 長得有一點像是卸妝油的補充罐 但不是 我跟你們說 卸妝油專家竟然推出了卸妝水 這是卸妝水喔 但它跟一般市面上的卸妝水不太一樣 它是新產品 我想應該蠻多人會對它感興趣的 所以今天呢 就好好的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紫春秀贊助的 那我自己在使用這瓶卸妝水的時候呢 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它跟市面上的其他卸妝水真的很不一樣 它算是結合了保養的概念 一般我們在使用卸妝水的時候都比較擔心說 它會卸不乾淨 然後還有可能會比較乾燥緊繃感 但是它完全不會 它裡面呢 還有添加了可以抗暗沉的綠球藻的部分 所以它卸完妝的皮膚 我覺得像是會發光一樣 是閃閃亮亮的 完全不緊繃 那當然那些比較頑固型的防水型彩妝眼妝 它都可以一起卸除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示範一下 他們家獨家的一個發亮卸妝法 首先呢 使用前一定要搖晃均勻 那些妝水的用量呢 一定要掌握好 如果你用量太多 流到眼睛裡的話 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最適合的用量呢 就是化妝棉的三分之一就夠了 像我通常呢 就是左右手夾住 然後留下中間這一根手指頭 倒滿中間這一根手指頭就夠了 首先呢 從下巴到耳下 輕擦 接著呢 從鼻翼 到耳朵的中央 然後從眼頭 到太陽穴 再從額頭的中心點 到太陽穴 然後接著呢 可以翻面 從眼窩 眼妝的部分 它也可以一起卸除 到太陽穴 然後 眼窩下方 輕輕的擦 擦到太陽穴 最後唇中 也可以一起擦掉 你看 這是它卸完妝的皮膚耶 這個光澤感跟柔嫩的感覺 真的其實就像是保養完了 所以這一瓶其實是我自己在淡妝 或者是用一些 潤色隔離防曬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只用它去卸妝 不會造成肌膚的一個負擔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味道是那種 柑橘生薑味 其實是很療癒的 你們可以去聞聞看 這一瓶我覺得它真的 使用起來感受你會覺得是舒服 而且是安心的 那它當然就是 用量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然流入眼睛的話會比較痛 所以眼妝比較靠近 如果說我有畫眼線的話 我就會另外再使用眼唇卸除液 或者是用截眼油 你可以去卸除眼妝 那另外半邊臉呢 就是我 當我妝感比較濃的時候 我就會喜歡使用截眼油 它可以直接一瓶就解決了 那它是第一瓶 就是接睫毛也可以使用的卸妝油 好 鮮眼油的正確的 又亮的話呢 其實全臉要壓到底四下 那我現在是只有半臉 所以我壓到底兩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開始全臉 跨圈按摩 嗯 唇彩 輕鬆不見了 眼妝也可以直接卸 然後把這邊的眼線也稍微卸一下 接睫毛也不用擔心喔 它完全不會有熏眼的感覺 而且不會就是眼睛霧霧的 按摩的差不多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去浴室加水乳化 好 到浴室了 接下來一個步驟呢 是雙手沾水乳化四次 最後呢就用大量的清水 然後沖乾淨就可以囉 好 卸完妝了 我覺得摸起來超乾淨的 它真的是接睫毛也可以用 我睫毛沒有掉半根 然後呢 還有它的那個 毛孔的感覺是很清爽的 但就是卸妝油會用到比較多的水 所以我真的就是 在洗澡淋浴的時候 把它放在淋浴間 卸完臉 然後就直接洗澡了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我現在呢 就用卸妝水來檢查一下 它的卸除能力給你們看一下 應該是不太需要檢查啦 因為卸妝油真的很厲害 它那種睫毛根部 也都可以卸得乾淨 還是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好 使用前搖曳喔 然後記得 倒在化妝棉的三分之一處就夠了 好 先檢查眼周 有沒有暗沉跟眼妝的殘留 超乾淨 然後鼻翼 鼻翼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粉刺啊 然後或者是卡粉 然後嘴角 它會有一些口紅 卡到 也沒有耶 還有髮際線 還有髮際線 會卡一些粉底 都沒有耶 卸得超乾淨的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紫春秀的結顏油跟卸妝水的正確使用方式 希望有幫助到 想要更了解 專櫃第一的 紫春秀卸妝產品的朋友們 那我自己必須老實說的是 市面上的卸妝產品有很多很多 大家都可以去 歡迎比較 或者是去試用體驗 但我相信你們應該沒有看過我推薦卸妝油 雖然我一直也覺得說 卸妝油是對肌膚比較沒有負擔 可以輕鬆卸除濃妝的產品 但 大多數的卸妝油給我的使用感受都不是很好 說真的 這麼多年來 我唯一穩定會使用的 只有紫春秀的卸妝油 這是真的 但我很少推薦給你們 主要是因為 它的價格 就是專櫃的價格 我常常會覺得說 有很多年輕的女孩 或者是小資女 可能 會想要推薦一些比較平價的商品 給你們 可是這一款是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的 如果說 你經濟預算上是允許 你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我會推薦卸妝油的首選 絕對是紫春秀 那 你也可以就是趁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有一些申請體驗包 你可以試用看看 但是記得要用正確的使用方式去使用它 我相信會是一個很好的體驗跟感受 你會覺得 皮膚的毛孔是乾淨的 那它的話呢 我通常就是在濃妝的時候 放在淋浴間裡面洗澡的時候 順便連眼妝都一起卸除了 一瓶就解決 我覺得其實算是還蠻方便的 想要了解更詳細的商品資訊 或其他網友的心得的話 歡迎自己上網搜尋囉 祝大家都能夠 不化妝也美麗 卸妝更美麗 好 我們下次見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有沒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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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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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